用零碎的时间带你品味一部精彩电影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五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 星际风格的漫威电影《银河护卫队2》 影片主要讲了星爵遇到了自己的生父 查清了自己的身世 却发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想要吸取自己能量 统治宇宙的恶魔 话说地球上的姑娘和一个外星人相恋 但脸人在做完一番金银降楼之后 外星人却离开了 很多年以后 星爵和自己的银河护卫队队友们 在执行一次赏金任务 他们接受傲娇族人的委托 要击败一只吸取电能的怪物 由于这只怪物皮操受后 他们的武器都对这只怪物无效 毁灭者突发奇想 要钻到怪物的肚子里 从内部攻破 结果差点出不来 幸好卡摩拉等人 发现了怪物的脖子下面 有一道裂痕 然后他一跃而起 从裂痕处直接给怪物做了泼妇产 毁灭者才得以从怪物的身体里出来 任务完成后 银河护卫的成员们 准备去傲娇族那里领取赏金 傲娇族的人繁衍后代是通过控制DNA进行的 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族人是最优秀的 所以特别的傲娇 任何人只要惹恼了他们 都会被杀死 傲娇族长并没有给他们赏金 而是把捕获的星云送给了他们 星云是卡摩拉的妹妹 众人只能接受这个条件离开 不过在离开的时候 小焕琼偷偷拿走了几个价值不菲的能量电池 在飞船上 他们商议把星云送到山达尔监狱 但就在这个时候 傲娇族人发现流失了量电池 准备银河护卫队侵犯了他们的尊严 所以派出了舰队 要击灭他们 星爵斥责小泛熊不该这么做 他们现在必须穿越陨石区 然后进行星期跳跃 才能摆脱危险 但是傲娇族人并没有给他们机会 他们照顾了陨石区 直接包围了星爵等人 就在大家以为 最近马上就要被围监的时候 一个踩着七彩战舰的男人出现 随便一挥手 就把傲娇族人消灭殆尽 不过 霍卫队的战舰 因为在战斗中受损 也坠落到一个星球上 拯救他们的神秘人出现 这个男人叫伊万 自称是星爵的父亲 原来他就是和地球女人基因 交流的外星人 而星爵就是他们的儿子 伊万邀请星爵 前往他的星球做客 只留下了小浣熊 和小格鲁特修理飞船 在伊万的星球上 只有伊万和他的秘书 螳螂妹妹生活 星爵好奇伊万是什么人 既然能够拥有整个星球 伊万表示自己是神 自从有意识以来 就不断地塑造着身边的一切 经过千万年之后 终于凝聚出了这颗星球 然后又形成了自己的这幅身躯 星爵问伊万 为什么没有再去找他的母亲 伊万表示 自己不能离开星球太久 不然自己的身体就要消散 不过 忽然伊万曾经派永渡去接星爵 但是不知为何 永渡却没有把星爵送过来 星爵表示 因为自己的体型 适合去一些小地方偷东西 星爵一直认为 义父永渡是一个坏人 其实里面有极大的误会 此时 永渡想要回到掠夺者军团 但军团的人认为 永渡买卖孩子 因此拒接了永渡 正在这个时候 傲娇族人委托永渡 追杀银河护卫队 于是永渡带着手下 朝着护卫队的飞船而来 他们进而易举的 就制服了小浣熊 但永渡却不想去杀星爵 手下们不理解 为什么永渡总是维护星爵 于是联合起来叛乱 将永渡关在了监狱中 另一边 卡摩拉总感觉 这个星球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是哪里 在星爵知道了 自己是半人半神之后 两人还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直到后来 星爵发现了一万的阴谋 原来一万这几千年里 一直在各个星球 散布自己的分身 还和很多星球的人 进行经营交流 繁衍后代 就是想通过这种方法 吸取所有星球的能量 统治宇宙 他爱蛊惑星爵 和自己进行这项伟大的事业 星爵问一万 到底有没有爱过母亲 一万则将自己杀死了 星爵母亲的事情说了 此时星爵才彻底醒悟 一切都是个阴谋 星爵想要杀死一万 但一万只要在这个星球上 就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瞬间就能够自愈 就在星爵被一万吸取能量 他的所有分身 也开始毁灭宇宙的时候 刚刚和妹妹冰释前嫌的卡摩拉赶来 暂时救下了星爵 永渡这边 在手下的帮助下 消灭了反叛者 然后全力赶来支援星爵 原来永渡之所以不把星爵送给一万 就是发现了一万的秘密 反叛者临死前将坐标发给了奥交族 于是在一万的星球上 几方势力开始进行大混战 星爵等人知道 想要杀死一万 就必须深入星球内核 用炸弹炸死星球内核 才能彻底消灭一万 一路上奥交族不断的制造困难 幸好大家实力强劲 消灭了奥交族 小数人格鲁特 在星爵等人的掩护下 成功的将炸弹放到了内核旁边 几分钟后即将爆炸 星爵为了掩护队友们离开 和一万大战在一起 两人都拥有神级的力量 但星爵明显凝轻力壮 一万表示 如果你杀死了我 你也会变成普通人 星爵并没有犹豫 因为他最在乎的并不是神的身份 而是朋友 最后一声爆炸 一万就此死去 而星爵也失去了神力 永渡赶来带着星爵离开 并将太空服给了星爵 他告诉星爵 虽然一万是你的生父 但我才是你的爸爸 由于永渡没有了防护服 很快他就在太空中死去 译读者联盟知道了永渡的世界 恢复了永渡的身份 并为其举办了大型的葬礼 这部电影的整体风格幽默搞笑 也有很多神话和科技的元素 内容极为丰富 尤其是格鲁特的CG动画 和各种特效场面 不愧是漫威电影中最好的作品之一 好了 电影结束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个赞再走哦